本國由美國進口的阿斯利康疫苗 來自一間剛被美國監管部門下令停業的工廠 不過衛生部強調進口到本國的疫苗符合質量標準 衛生部證實 由美國進口到本國150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是由一間名為Emergent 的工廠生產 該工廠因質量控制問題 這個星期被美國約監局關閉 在通過進一步的檢查之前 不允許該工廠根據合同生產任何疫苗 對此本國衛生部在聲明中表示 阿斯利康公司已向政府保證 本國收到的疫苗並不受到該事件的影響 所有疫苗都符合授權的質量要求 Emergent 同時為阿斯利康和強生公司生產疫苗 3月份該工廠生產的強生疫苗 被阿斯利康疫苗中使用的無害病毒污染 導致1,500萬劑強生疫苗 出現質量問題 此後工廠不再生產阿斯利康疫苗 美國約監局對其進行了檢查 結果發現工廠並沒有保持清潔的狀態 好像是廢物並沒有得到適當的淨化處理 也都未能對製造、質量控制 以及其他領域的工人進行充分的培訓 以防止散裝原料的交叉污染